上一场回放吗 不过这边 Dominos把飞机抢一下 上把确实 飞机 飞机阿达姆拿到之后 一直拖后期 是吧 把飞机拿下之后 自己来拖一个后期 在这边看一下 RW如何选人 他要不要拆侠落 现在侠落的出场依然还有 但是不算是特别强的下落组合 你硬去为了拆别的侠落 自己拿个落 可能不会特别舒服 对 导美 导美加尔拉夫 这个联动组合是比较暴力的 他是说没有太多的控制 但是是伤害硬贯 没错 而且这波 没有选 如果选了的话 上中还是可以互换的 还是有个摇摆的存在 艾克 选艾克 我的想法是 这场RW可能要打分代 因为它的尼口 有可能是一个AD尼口 就是走上单单那种路 艾克好像没有上过比赛吧 艾克在 北美有上 北美和欧洲有上 我都在LPL好像没有印象 对 这边 如果要用 如果要用的话 大家可能都还是会先想到 涛博的中单奈特 所以先使用 对 这边是选了 霞洛的一套下落组合 洛吧 应该还是会选洛 洛 马克玩的也非常多 想一想 要不要选 选了 洛 是直接把中下的组合给选下了 洛的胜率是比较低的 因为有时候你为了抢别的洛去玩的话 可能就不好赢 而且最主要一点是洛那个机制被削了 就是R闪W那个机制 现在开R要等一会才能让你放W 所以如果你在正面 你没有一个绕背 没有视野的地方出来 那个时候才有作用 如果你在正面的话 能起到的作用 通常都是可以被规避掉的 这边 虽然没有选择 虽然没有选 这没有选择猫咪啊 但是猫咪上了班位 我们看到猫咪这边的胜率 是61场 有一个30场的胜率 30场的一个胜利 50%的胜率 也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胜率 这个版本也是有所调整 黄子 搬一首黄子 但我觉得黄子其实 没有特别 我觉得奥拉克5次特别怕 其实可以放 对 而且EC也不怕 对 如果你的AD不怕的话 那就没 你就可以放黄子出去 可能是 觉得别的英雄 可能也没什么好搬的 也搬一个打野 这边的话是 选择搬掉了莫甘娜 现在克泰坦的 不 现在克洛的英雄 其实有 就是泰坦牛头都可以选 但是我现在还是想要看一下 有没有人选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确实现在 是个用来打中组合 蛮厉害的选择 对 而且你机器人勾到 霞的话 落也救不了他了 再搬一首雷克赛 来看一下 Dominus这边打野要出什么 这一手应该会先出一手打野 然后留一个 留一个上路的counter位 巨魔 巨魔来倒了 不是一个强势线 但是现在Dominus 缺一个 就虽然路是开团 但是路的控制 没那么稳定 而W这边可以试着 去拿一个布隆 他如果拿个布隆 无论说巨魔的进场 还是说是 他一个打线 还有防飞机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来 给他看一下怎么拿 还要再拿一把船长 船长这把挺好的 亚索主要是这场 没什么击飞现在 鳄鱼也不错 但是鳄鱼你先选的话 可能会被counter 鳄鱼锁下了 KRW最后这手 是不是拿布隆 我觉得布隆挺好拿的 而且上把也赢了嘛 布隆还行 牛头算是增加主动性 因为布隆的话没开团 牛头是有开团的 牛头太坦 KR说的可以克制 弱的一个应酬组合 这边是选择了泰坦 这是一个比较硬的开团 阿卡利 凯南吧 凯南会更适合一点 他们这 DOMILO是这边 刚好缺一个开团的 如果选阿卡利的话 开团还是比较难开 凯南的话 不仅对线好打 开团也好开 还是选了阿卡利 看起来还是比较 相信自己的操作的 想打一个对线优势 这套阵容选下 DOMILO是很靠自己个人操作的 他打到后期 依然可以打 但是他这个阵容 只能牵扯着来打 不能说是一波冲上去 这个阵容选下 感觉DOMILO的这一手 最后上单阿卡利选的 还是有点拼 对 选出来就是想打上野优势了 如果选出凯南的话 不仅能攻能防 而且打团也能打 他选出阿卡利 就是追求一个上野 上野联动能打赢对面 这场阵容选下 RW阵容应该算是有荣错虑 而且无论说是进攻 还是防守反开都有 而且前期还有有荣错虑 并且他上中野 其实配合起来很厉害 他这个上中野 鳄鱼奥拉夫尼 他在前期的作战 也是很强的 前中性能够把上半区 几乎算是打开 没错 而且这场RW这边 三条路上面都有控制 你奥拉夫就很好配合 你三条路都能抓 你的打野路线 也不容易被别人猜到 而反观这边巨魔 我们都知道 他不算是一个 特别好干的英雄 他配合线上 那么这一场来配合 比较好配合的 应该就只是下路了 中路是飞机 上路是阿卡利 阿卡利到六 可能还有机会可以配合 但是中路飞机 是真的配合不了 这场对于艾彤来说 自己刷野路线 以及做入侵 找奥拉夫是非常重要 艾彤在把选出巨魔 可能也是想着 上把没有打野区 尝试一下打野区 让队友没有那么难受 这场用巨魔来打 奥拉夫野区 应该是个强势线 而且推线来说的话 中下应该是 有点线权的 如果打下半区的线权 他应该是可以 做一下入侵 抓奥拉夫 双方阵容选定就绪 马上进入今天 一个BO3的第二场对局 跟随我们 明赛的孙志五位共联盟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蓝赛防RW 红色防Dominus 明赛防М 好也是非常感谢三队粉丝的加油诸位 三队粉丝以及艾罗丽的粉丝的加油声 你们的加油声已经传达到选手身上了 还有艾罗丽的艾罗丽也听到了 我没听到我没听到 其实大家看不到我们画面 就是平常我们喊完三声之后 一般喊艾罗丽加油的时候 他都默默在笑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坏笑 这边和上一场一样 换野区 换一个野区 不过巨魔是没有去到RW这边的蓝buff 因为有鳄鱼在那边防守 但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 还是能反到 这边艾同是选择带了一个强攻 强攻巨魔 前期在野区的对拼上 也是更强一点 在这边艾罗丽的位置是被发现了 对 有一个眼睛 应该是鳄鱼上线的时候放的 同时卫妍的位置也被发现了 卫妍现在是一片野区直接开完 他开完这边蓝区 再去打自己的一个红区 这样一来的话 Dominus的下路是不敢压线的 侠落这个组合如果前期不压线 哎呦这个钩子勾到的话 应该能打一波消耗 短了一点点 起码是打个要 或者说是可能要教技能 因为左边是有点燃的 而且EC双方做到二嘛 他只要一技能上去跳的话 可能Gala有点危险 对 这边上路互换了一波血量 这边是带着一个坚衣不倒 传说韧性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凯旋 迅捷步伐 下面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海骨和过度生长 前期上路这个对线 鳄鱼也不会太虚吧 只要打出红路的话 阿卡丽前期没有等级的时候 对鳄鱼造成不了什么实际性 实际性的伤害 本场比赛的第一视角是推了 这个功能也是在目前完善之中 到时候大家过一段时间 等我们这个功能更加完善了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视角 哇这里消耗一套 这第一视角刚给到推拉的飞鸡 被打出一个W 直接一个伞线逃跑 伞的还是比较快的 再伞慢点 可能小命要没了 这边回头A一套 而阿乐的血量是下的有点低 因为毕竟现在阿卡丽在线上的回复 不是特别好 他只有一个迅捷步伐 不像以前 还有一个Q技能 高能量的时候 给VX一下抠到 但是前面是有人可以挡的 这就是EZ在对平之中的一个局限性 不过他还是E上去 把DW给打出来 一段E 这里还有一段 他的E技能应该还有一段的 很稳 没有交散线 旁边魏延在这里蹲一下 但是因为兵线是压进去的 这个位置有点想越塔 看一下怎么处理 但机会不是特别好 狭路你要越狭路的塔 太难了点 而且最主要是刚才这一波 黄盖世已经把这些点燃给交过了 对的 两边的点燃在上一波是直接交了 而且最主要一点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塔 你在塔下的情况下 你EZ是 W技能是丢不到人的 你DW是怎么丢到塔上面 是很难丢到人 而且如果让这边的一个 如果让这边的Mark一直挡的话 你也没办法输出到他 对 而且这边巨模是赶回来 但是来人就不一样了 四包二就不一样了 四包二的话 三包二 要看巨模 三包二不行 四包二好像就 听起来挺靠谱的 看这个位置兵线还没到 要看巨模能不能赶上 这个位置直接出来了 巨模要来了 这里 一个斧头 还有闪现 斧头一直平A 要闪现往后走 这兄弟也是 艾桐过来给个柱子 劝退一下 这波很想搞下路啊 但是没搞到 反而是东面的是 这边飞机很舒服啊 在中路推了两波线 这样一来 嘎了也不特别亏 他回家是可以踢出来的 刚才这波 如果艾桐出来早一点 是可以帮ZAD省个产线 如果巨模出来早一点 尼口也不 也应该不怎么会交进 因为毕竟刚才中路 应该是发了信号 尼口没闪现 对 艾桐这边可能觉得 下路是三月二 所以他一开始也没有去 直接在那边刷三郎 等一会再去 还好队友没有出事 这边上路又是Q QAQA 要飞过去吗 这 技能CD没什么能量 不太敢踢过去了 这波 因为他如果被A两下 而且他也不知道 打野的位置 阿乐这一波还挺冷静 这一波阿乐的 烟雾弹是CD的 要看一下 烟雾弹其实CD有点久 现在应该是还没好的 应该还差个 不过是右级了 这波交易技能 还有个R 哇 R的反 很快 凯平回一口 直接TP走了 闪现过来一斧头 我也把人头给收下 这边阿乐 操作是很凶 但是这个位置 刚好是被小明给看到了 不过这一波 操赚啊 你上路打出单杀 还把打野的闪现 给逼出来了 就等于 别人两个人抓你一个人 然后被你反杀一个 还把技能全交了 这一波看起来 还是阿乐 让我们看到了 选阿卡利 选阿卡利 他是有多么自信 没错 主要是卡了个等级 这波刚好是 鳄鱼没有倒六的 这个一选拿下来 主要是很长士气啊 直接和队友说一句 我单杀了 然后他们打野没闪 打野没闪 对 他也没闪 但伏笔可能就是这个TP 我看看刚才这一波 这一波是 应该是 把他进战并直接 杀了 倒六 一锦的拉身位 他一锦的特意拉着身位 R闪 A一下 而且他这个R闪 是跟的鳄鱼闪 就很帅 虽然人头被收下 但是 这毕竟是一波单杀 不过冰线好像是 冰线好像是 有点小亏的 他现在补刀是被小压了一些 这个位置 鳄鱼的怒气比较高 也不太敢上去 装了 而且这一波 他是自己没大招 如果是鳄鱼 开个大招上来 他自己还会比较危险 虽然是有烟雾弹可以走 但是血量会被耗残 下路这边反而是 霞洛这边没有打出优势 一直被泰坦主动耗血 主要也是因为开始第一波 因为自己第一波是 交了闪现 然后再踢出来 所以 干了现在在千上还挺难受的 一波踢出来 自己补的是一个萃取 这边爱逢的位置比较危险了 不过斧头没有捡到 没有CD 两边互相看着 这不打吗 很友好 一人打一片野怪 不过 巨魔这边好像不太想让这个蓝buff 中路推了的位置 开始是被逼退了一下 没的 一勾 这也是勾到了一个 欧拉夫 欧拉夫 人头 勾到了一个巨魔 人头上欧拉夫给收下来 一技能再盯住 马克这里也是被华天给收下 这一波我感觉 爱逢其实没什么必要的 因为对面人很明显是多一点 而且队友赶过来的时间 也会比对面慢一点 因为下路一直是被推线的 不好意思 刚才更正一下 这也是勾到了巨魔 然后人头 也是让无忌蹭了一下 无忌是差点蹭到这个人头 这个位置 其实 其实吃完这个蓝 可以散 散走 但是被 呃 呃 这个泰坦留住之后 就走不了了呀 而且嘎拉 而且这边 嘎拉开始没来 马克也是死了 说实话 这一波多么的处理的 不是特别冷静 因为这波 怎么样都应该打不了 这一波崩了呀 因为你前期巨魔要打 要打得赢奥拉夫 就是你得安稳发育 你别 别被巨魔 呃 别被这个奥拉夫杀到 但你死一次之后 就会一直死 嗯 你的肉装就成型不起来 而且这波还是 把土龙给 让掉了 太亏了 这一波 对 对Dominus来说 嗯 这样一来 Dominus前期的节奏 会有一点点疯 而且刚才还有一点 是什么 是花钱在中路 他就把推了的位置 给逼退了 在这种情况下 推了位置是晚来的 在正面 RW是先集结人员 那 在buff掉的那一瞬间 没有人给爱童挡勾 他被勾住 自己就直接没了 我Dominus 这边有个好消息吧 上路的阿乐 对线是 对的比较舒服的 虽然 看起来刀是被压的 但他是拥有 拥有主动权的一方 而且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 当你巨魔在野区 都烈士的情况下 你去线上干净就不用说了 能给线上造成的威慑力 是越来越小 没错 而且他这把 也没什么地方可以gank 看一看 只有等到 下路的落到六级 才有机会抓一下 抓一下这个下路 不然像上路和中路 这两条线 都不是特别好抓 对巨魔来说 魏妍 扫一下 这边是没有眼的 但是你要主动抓这个 阿卡利 也不太好抓 一个烟雾弹 你先他拉开 烟雾弹你交过了 还有大招的呀 交个大 逼个一个大招 通常阿卡利 有烟雾弹 有大有闪 他不想死是很难死的 对 除非是阿卡利 刚好两边打起来的时候 你打野区 gank那样才能抓得死 魏妍 再把眼位排一下 这波是直接动这个先锋 泰坦也是赶来 这一把和上把真的非常像 这一波动先锋 又是辅助 能先靠过来 看一下侠落的位置 也在赶 这一波因为 GalaTP还没好 所以他要直接靠 而EZ现在是有TP的 这波应该是一波5V5 所有有TP的人 马上都要踢过来了 而且推了 这里也是可以踢的 推了直接踢中路 但是侠落就被拿完了 RW的决策 他的执行力是更强一点 他要动一个资源 会提前把人给叫好 就像这一波 在应该是排真眼的时候 魏妍就应该说 兄弟我要打龙 就你过来帮一下 然后我要打这侠 侠落你过来帮一下 然后黄格就直接 从下路走过来 并且是已经沟通过 无忌这一波 他有TP 他可以在下路先吃线 这样一来被拉扯一下 反而Dominus下路 是有点亏限的 这波联动得非常的快 因为你可以看到 巨魔 这个奥拉夫在动 这个先锋的时候 那个辅助已经走到了中路了 就比Dominus的辅助 已经快了半个地图走了 而且当时RW也想的很好 他也没有想直接 人过来再打 他是直接打的 他过来给个大招 但是技能都CD了 不好追 确实要杀阿卡丽 还是比较难的 我只不过能把阿卡丽的TP 给打出来应该 阿卡丽的TP 马上赚好了 哎呦 这个位置 巨魔自己有点危险 反而太惨 这是先被包了一下 开出个金身 稍微回一下 不顾自己 在此之前把大招开了出来 给他落身上 后面这边 魏延好像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原地开个金身 他这个位置 没人救得了他 这一波Dominus在野区 是找到了机会 RW想动 但没想到Dominus 人来的更多 这一波少一个EZ啊 嗯 刚才这一波本来是 黄盖想动 但是偏偏又被 这边的Mark先开到了 而且在这种作战的时候 霞落在这个位置 开到人 是很容易先死一个 我觉得这一波泰坦 是没有看到 后面有这么多人 他可能只看到一个巨魔和辅助 可能想着 RW能打一打 没想到后面 直接嘎啦 也在后面出来了 对 后面出来好多人 有点慌 这里再把下路的兵给清完 现在下路 虽然说前期霞 发育的不是特别顺 但是 有人投进账 现在也掏出自己西兰刀 而在另一边 EZ是掏出了自己的魔 魔踪和一个耀光 不过这一把和上把也一样啊 多么的死 自己家的蓝buff 永远看不到了 一直被这个奥拉夫拿着 这一波要放先锋了 奥拉夫直接拿着先锋下来放 能打断吗 洛的位置还比较靠后 不好打断 因为洛如果直接上的话 他是把命给交掉 他交完命之后 下路塔还是得掉 所以想了一想 先保命 那这个位置 医学塔 应该是能拿下的 这个塔的血量很低了 RW也不太敢推了 这一波 下路先让 多么的去守线 因为 现在这里 他还是已经知道了 对 已经有对面野区的一个动向 这不真想动吗 推了 过来 想要动奥拉夫 奥拉夫血量下的有点 才就是一个闪现 先往后走 旁边这里 飞机扎了一个招包过去 先把奥拉夫给收下来 这个位置好像华田 不是特别好走啊 华田的人头是被 盖赖的盗钩给收下 掉出闪现之后 黄盖也是溜掉 这条火龙 Dominus是可以拿下的 Dominus好像是被 没有受到第一局的影响 在这一局打的是 更加的主动了一些 这两波打完 多么的事 前面的烈士 全都追了回来啊 刚才主要还是因为 这个炸药包啊 而且第一时间 这边推了 他是直接找魏妍的 魏妍虽然说 自己是有一个不假鞋 但还是扛不住 飞机的伤害 被飞机暴揍一套 再接一个炸药包 人就直接没了 这个飞机炸药包太关键了 如果刚那个飞机 没有炸药包 肯定会被 这边中的华天这边大刀 直接飞出了大刀的范围 飞了一个屏幕 现在就这样继续打下去 Dominus优势会越来越大了 这一局很果断开这个巨魔 但这个巨魔 就是出一个肉装 那里开的啊 然后这个飞机飞到后面 把这个奥拉夫收掉之后 这个残局 EZ也不是很好进场 在右边 特别是刚才 就在那个位置的话 由于奥拉夫 已经被吸了炕起来 他很脆 没啥作用 现在的话 飞机就有中路的主动权了 这个Niko 不好兑现的 被稍微中两下导弹 就得后退了 不过哪怕刚才这波遭重 这医学塔 还是让RW给拿下来了 这场RW 教主能发挥的空间 倒还是挺多的 因为毕竟能对他造成 实质性威胁的人 只有一个阿卡丽 而阿卡丽的进场 又不敢进太深 左边能对阿卡丽造成 威胁的人还挺多的 无论说是泰坦 还是说Niko这个大招 这个阵容一直发育下去的话 那Dominos肯定很开心啊 因为 虽然你说很多人能 对阿卡丽造成影响 但是阿卡丽进场 EZ真的很难 很难活下去 这波两边互换了一下血量 是把鳄鱼的大招给打出来了 中路推来 中路推来是把中塔给推掉 中路只能是守在二塔附近 这边吃吃兵 而下路的话也是可以推的 Dominos 虽然经济没有拉开啊 没有拉开太多 但是现在已经算是起势了 没错 这一场RW有一个问题 待会在呃 那个带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 RW这边是没有人能去带线的 不管是阿卡丽 还是这个飞机都特别 特别难处理 带线好天RW 确实是有点难处理的 哎呦 这边一个科技枪上去 带枪到一波波泰特在旁边 一勾勾到这里 再给一个大招 虽然说给了一个烟雾弹 但是自己在雾中不敢动啊 要R回去吗 还好有兄弟 还好这里兄弟过来了 还是稳的意思吧 感觉这波R过去 有机会把这个鳄鱼给秒掉 但是也怕 因为他过去 可能要直接被黄甘套点燃 没错 Dominus现在 装备已经算是 这一波是 这一波是爱童不小心把秒表给按 按错了 在家里开了个秒表 刚好没有看到了 虽然这里没有给 对 虽然没有给镜头 但是我们的爱老师 即时发现 这应该是不小心按到了 明镜收兵 我没关系啊 待会回家 直接把那个 想鬼石板甲做出来 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主要是这不像 其他的东西 你用了 比如说你闪现用了 对面可能不知道 对 但这个用了 秒表用了 对会发现的 是一块破碎的秒表 看一下 出来 叮 按错了 没关系 这边帮忙推下塔 三座外塔 推掉 Dominus的节奏 就可以起来了 现在Dominus的节奏 就非常舒服了 只要带线 不打团 RW这边 基本拿他们这个阵容 没什么办法了 除非RW正面抱团 但是你正面抱团 也没有一个支援点 来让Dominus来和你接团 Dominus就很 这个边被逮住了 交出W和闪现 直接溜掉了 这就是RW想要的 找机会来开起来 但是你这波打了个闪现之后 下波得再抓紧节奏 把节奏拉快一点 不然待会带起来 真的很难处理 Dominus这边的带线阵容 而且最主要是RW 他要拿一个人的人头 比较好 因为马上要刷火龙了 他如果把一个人头 给收掉的话 现在是可以把龙去 视野控一轮 可以拿个火龙 这样不让Dominus 控双火 RW顺便看到的 这一波火龙刷新 RW也把握住了 因为这条火龙 如果不打起来的话 后面Dominus 应该不会再和RW 这边打架吧 可是Dominus也很聪明 他现在是让阿勒 去带上路的线 阿勒上路线带完之后 应该是再带一波 他会有一个TP过来的时机 这样如果说 你打得犹豫不决 他可以推二塔 而且阿勒直接过来了 这样的话 鳄鱼看一下 要不要直接过来 鳄鱼应该也直接过来了 如果不直接过来 可能要浪费一个TP 不太想浪费这个TP 爱童这已经出道 石像鬼尸板甲 大家就当无视发生 这个位置 EZ可以poke一下 还是挺舒服的 飞机没在正面 不然飞机也可以poke一下 就还以颜色 对 飞机现在赶过来了 这波龙的话 Dominus直接开吗 直接开的话 可能会给他RW这边机会 Dominus应该是让RW开的 因为他有一个炸药包 好分割阵型 好分割阵型 对 不过RW也很懂啊 等这个炸药包结束再打 Dominus这边直接全员 赶到这边 大龙这个路口 他这个路口被卡住的话 RW不是很好过来啊 因为有个洛在这边站着的话 这个路口很危险 而且上方还有个阿卡丽 那这个火龙直接让了的话 那Dominus可太舒服了呀 现在直接空个双火 往后打圣灭会越来越好 没错啊 而且他其实就 只用分带就可以了 他等自己装备起来 再来打分 现在中西阵的时间 分带RW是没有办法的 这一波RW没有打起来 感觉有点结束的感觉 因为这波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下一条风龙 Dominus如果那个时候打不过你 那直接让了这条风龙就好了 这条火龙是Dominus一定会接的团战 RW我觉得他没有敢接的一个点 主要还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阿卡丽的位置 等他看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 那个时候鳄鱼 他后面看到阿卡丽的位置 那个时候大龙已经被打掉了 对 那个时候火龙就只有一丝血量了 火龙一丝血直接被Dominus拿掉 那这样一波打下来 而且主要一点是什么 Dominus他把三座外塔推了 三座外塔一推他就很好带线 而且自己塔掉的也不多 他中塔还在 上塔也还在 只是掉了一个下塔而已 现在RW虽然说自己队伍是有一条土龙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 如果要Rash大龙逼Dominus来接的话 好像也打不了 因为打大龙的速度只有EZ打得特别快 另外的四个兄弟好像打大龙都不行啊 太慢了 不过还有土龙加持 如果说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视野的差的话 他是有机会可以差不多偷掉 然后卖两个人走 但这种机会很难 现在RW真的特别难打 得想个办法了 仿佛陷入了上一把的一个境地 仿佛陷入了上一把Dominus境地 现在是这个阿卡丽和飞机代线你管不了 你不管是去抓飞机还是抓这个阿卡丽 你都至少投入三个人的兵力来去抓他 你如果两个人抓这个阿卡丽 可能还要被换一个 甚至阿卡丽不会死 而且主要是RW他中塔掉了 你想他中塔一掉 对面狭线推线的 狭线推完线你一直要守线吧 你在这里守线的时候 Dominus直接进野区 把你视野一排 那RW几乎不存在这种什么进野区 来做一轮视野直接偷龙的一个做法 对 没错 因为这个中塔掉了之后 你左右两边的视野也很难再去布了 你去做的话很容易被别人抓住 这代线RW咋处理 这个阿卡丽 现在鳄鱼是直接去了正面 不管这个阿卡丽了 想从正面直接开起来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看一下正面能不能开起来 但是正面估计有点难开 只要聚魔不给机会 接下来这两个都是挺难开的 很聪明啊 Dominus知道你要开 我就一直就一直后退 然后等这个阿卡丽代线就行了 现在打的真的是非常聪明 Dominus这边 而且如果万一就是说千万分之一 RW真的要打这个龙 他自己也去还有 他蓝区还有眼 可以是给阿卡丽踢的 可以给阿卡丽绕后 RW如果真的要动龙 反而是有可能要出事的 首先不一定他打的快 而且他也去这个视野 有可能会让阿勒绕后收个手 不对 这把我觉得 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动这个龙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野 已经被做到蓝buff这边了 感觉他们出不去这个路口呀 刚刚他们之所以会推 是因为鳄鱼过来了 Dominus这边不想和你接一个4v5的团战 他不想让阿卡丽踢过来 他这把就已经想好了 就让这个阿勒的阿卡丽 一直去分推分推 我们看就是因为一个中塔和上塔的掉了 就是中一塔和上一塔掉了 现在也去全是Dominus的视野 这边有一个冰川征服的双生暗影 能不能留一下 要开吗 黄盖黄盖没有开 怎么想了想 主要是真的不能开这个巨模 你开这个巨模 巨模直接一个大招加石像鬼石板甲 你根本打不死他 你开他就会炸 而且你上来的那个人 如果你太脱节 直接给个柱子隔断后面的人 这个人有可能还要先死 没错 毕竟霞的爆发是有可能先秒一个的 这一波黄盖还是比较冷静的吧 这波开了我觉得 就算Dominus这边只有三个人 但他们四个人还是打不过这边这边团 虽然说他们很着急 但是开团还是要稳一点 如果开这种太勉强的团战 你还是打不过 没有必要开这种打不过的团战 阿乐再过来 把这个蛤蟆给吃掉 现在又到了我们喜闻乐剑的七三开始刻 这一波是来抓这个鳄鱼 鳄鱼两段仪已经用完了 只有一个闪现 那这个鳄鱼很危险啊 直接开启一个大招 回头一个W 晕住飞机 不过飞机不打算继续追了 好像有点打不动这个鳄鱼 而且主要是这波打完 血手都还没有出发 而且阿乐刚才没跟上 两个人如果交一套技能 鳄鱼交闪现 还有机会可以走 也是打出一个鳄鱼大招 感觉打不动了 算了 走了 现在这个七三开 看一下最近上校功力如何 其实确实现在局面已经不是七三开了 我觉得现在局面应该是个二八开 上校变了 上校以前九一开才会出来了 现在怎么七三开也出来了 现在忽然变得放肆起来了 所以过阿卡丽两件套装备非常好 我甚至觉得现在多米勒斯可以正面打一波团战 我觉得RW这边打团的能力有点差 不是特别厉害 但说打团 打团的盛面确实高 但不是那种稳赢版 分带是真正的稳赢版 分带是不知道怎么输的 如果是分带的话 那多米勒斯这把应该是稳稳拿下了 现在RW得找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开起来 才能打得过 打团的盛面确实是真的 打团的盛面确实胜率高 但真的不是稳赢版 分带是真正的稳赢版 这边飞机有炸药包 野斧兄弟上来一起 逮上这个飞机一个一圈住了 但是飞机炸药包好了呀 炸药包是不受控制的 这波如果要杀的话得等一等 太坦到了 看能不能来一波无缝衔接 combo眩晕 就异技能再接Q再接大招 大招再接Q 不过不行 感觉有一个空隙 飞机只要能按出炸药包 那还是能跑 太难了 再放一个双身暗影 留一下这个巨魔 哎呦 这波EZ疯狂追破卖西口 交个闪现 这边是一个野斧换闪 这波还是得把闪交的 这被勾到了应该没了 可以看到EZ三剑套 就输出还是很爆炸 这一波 这一把 无际应该是要走那一套了 因为他现在是杀了呀 两段E用掉之后 鳄鱼开大 拉下位置 QA 再拉下被动 再A一下 再Q 不行 溜了溜了 这个鳄鱼还是太肉了 对 还是太肉了 现在这个装备还是不够啊 再等一等一等 还得说EZ这个点 因为他EZ已经30%减CD了 如果他是点了 一般来说肯定是要点那个的 肯定是要点超然的 那他现在就40%减CD 就已经满CD了 他这场如果走个纯AD 下跌之后默认 如果走一个纯AP的话 其实应该走法川鞋和那个卢登的 不过他现在应该是要提升 现在的极战力 就是现在 能有什么提升战斗能力 他出什么 就来了一个CD鞋 他现在应该可以 搞一个双修 双修是挺厉害的 因为EC现在输出最高的那套 他就是双修 应该算是AP伤害 会稍微高一点 如果他走AD的话 他的输出是没有AP高的 没错 因为他 我感觉他下一件会出炉灯 那样的话 虽然一般双修EZ不会出到破败 会出科技枪 但他这把可能是觉得 破败赶紧提升一下战斗力 这边要出炉灯 对 因为如果他现在走一个 传统的物理 物理EZ的话 待会团战的输出 环境会比较堪忧 不太好上去 一直A 出破败 我的想法是 他肯定要出这个破败来打巨魔 因为巨魔倒是吸一口 有点难打动 他要出一个破败来打一下 对 现在的话 鳄鱼这边 感觉还是挺能挺能顶的 飞机来抓了他一波 阿卡丽不断的想单杀他 但是他还是顶住了压力 我hold上一把 可是卧心肠胆 最后成为了一个海贼王 对 他这把主要是 他这一边只要顶不住压力 被阿卡丽单杀一波 那他们正面就真的完蛋了 可是我们也得退一步说 主要上一把是船长 这一场 你鳄鱼好像往后拖 真没太大用 能起到的作用 肯定是没有阿卡丽 给的后排威胁那么大的 是的呀 所以 多米能斯这边 不断的打一个41分推 RW想开也开不到 刚刚又是开了一下 Mark Mark一个1 直接回到了 霞的身边 那还是说这个说法呀 多米能斯带线 他带线能给压力 但是好像有点难杀 也推不掉塔 他们也不急的呀 他们就等下条火龙啊 他们可能觉得下条火龙 打起来就能赢啊 三条火龙都不知道怎么输 不过这条火龙 RW肯定也是得来接的 这波 要等这个holder的佛甲 这个鳄鱼下波 有佛甲的话 也更强一点 起码现在我们可以确定 就是奥拉夫在这个阵容里面 往后打 作用是越来越小了 而且你面对的是一个巨模呀 主要本身就有点 本身就有点脆 还被吸抗性 几乎是挨不了 推拉和嘎拉 任何一套的 这边 Dominos是把大龙事业 全部清掉之后 打算给大龙的压力 这波阿卡丽是下路 先推了波线 往野区这边靠 看一下 魏妍这边有没有危险 他肯定也知道 对面旁边有兄弟 魏妍这个出装 阿卡丽秒他很快呀 被罩出来了 罩了 罩出来了 现在阿卡丽 只是看他 感觉打鳄鱼的 打鳄鱼打得非常慢 但他只要遇上了 另外四个人 可能就是秒杀 因为他这个等级 实在是太高了 16级的阿卡丽 有两件装备 而且EZ 他是没有魔抗的 他没有任何魔抗 他只有误抗 他兵权是有点误抗 他这把肯定不能出防御 因为队友全部输出就靠他了 他肯定要输出拉满的 只能靠袖来 袖这个阿卡丽了 不能说你出个大一魔刀 来打这个阿卡丽 那你肯定是肉 但你的输出也不够 虽然是活着才有输出 但是这把 他只想打完输出 只想打完输出 活不活着无所谓了 因为这场真的很看他输出 这边多米勒斯 直接动作了 这条火龙 火龙直接又要被秒掉了 魏妍的血量 直接下到了一个残血 没了 难受阿 W这边 真的是每次都想接团 但是确实是找不到机会 而且有个炸药包飞机 你也不好去找机会 很容易被这个炸药包飞机分割战场 炸药包在交调 等不等再把事业排一轮 事业排完应该是可以直接动下的 三条火龙加风龙怎么输 很稳现在 阿W这边好像感觉到了 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 这波直接无人抱团来中路 看能不能开一波 黄盖这边要散现 勾嘎了吗 感觉是一个机会 没有选择开 那这边得走了 都没得是全部人赶回来了 这波要赶紧撤了 旁边控下 控到的是一个阿乐 阿乐标在了一个印记上面 他的印记是标在了一个分身上 那这一波还是 稍微压了压中塔的血量吧 因为如果这个中塔不掉的话 阿W这边很难进行二次进攻 还是想把这个中路外塔 这波落效回程的 中塔是有机会可以推 哇但是这个导弹太疼了呀 无计瞬间就半血了 还是不敢推啊 这一边 很想找机会 我发现RW这边 但是 Dominus这边做的真是太好了 完全不给你开的机会 只要阿卡利不来正面 那 甚至这个塔都可以给你 我就不和你打架 还要拖 灵活的人 灵活的人可以走 不灵活的人又比较肉 然后既不灵活又不肉的 还有大招可以保密 对 现在RW很头疼 确实可以感觉到 这边泰坦 不知道开谁好 你开一个巨魔 你打不死 然后你开个辅助 你留不住他 只能开AD 但你开ADC的话 AD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对 你不可能有机会开到ADC 嘎嘎不会说 有个泰坦走过来 我给你打个招 我可以我也走上去 他肯定就说 你来了 拜拜 我留了 给你发个大拇指 大拇指 亮个标 现在Dominus 还是非常稳健 再打一个11分推 现在是已经拖到了30 快33分钟了 Dominus已经手握了 三条火龙 而且装备也很好 但是他还是要 以最稳健的打法来打 现在已经是把推了 到他下路来带线了 没错 毕竟你上把这么稳 这么稳吃 我这把也稳着吃你 互相稳吃 而且可以发现 这一把鳄鱼 是并没有出到青龙刀的 你待会打团 这个鳄鱼 只有一套技能 一套技能打完之后 就是一个火把子 看起来血条很长 但是实际上 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青龙刀确实是 大大增加了 就是鳄鱼的一个连招 连招套 但是连招技能 但是他如果没有 这个青龙刀 他在团战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上单 他就打完一套 然后自己 就要当当超级兵了 而且现在已经33分钟了 可以说鳄鱼 现在打团的能力 已经非常差了 再往后拖的话 只会越来越差 这里高 扰到一个巨魔 这是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后面 太坦的位置反而不特别好 鳄鱼这里绕后 直接定 这里定到的是一个谁 还是最后一点血量 我们看到 远迪开了一个金身 不过在后面 后面这里 阿凯莉已经是 把EZ给切掉了 虽然这枚侠已经阵亡 但是阿勒这里 好像没人可以管 鳄鱼被抬了起来 自己好像也是可以走的 阿勒一个人在后面 把EZ给切掉了 教主这里有点难受 那这个位置飞机 还要再追一下 一个大导弹 炸了一下 没有炸到威延 但是RW三元 残血 看一下 Dominus这边 要不要开大龙 感觉可以开一开 直接开了 这波 RW 阿勒不是必须得回的 RW不想给 一个双身暗影 提皮过来的是一个鳄鱼 看一下这条龙 打得怎么样 但是Niko的大招还没好 这波不能进场 鳄鱼这边 没有大招进场 开一个表表 拖一下时间 可以溜了 可以溜了 这里已经能再留下 后的春歌甲被打了出来 Niko这波进场 定的还不错 但是自己好像 要被大龙给喷残了 还是跟我一下 这里是被大龙 给直接喷死了 鳄鱼也是直接阵亡 在原地 开了一个金身 但是奥拉夫 也没有任何办法 教主下来 发现自己队友 都已经阵亡了呀 这波是牺牲掉了 三名队员 强行守住这条大龙 这是围攻光明顶 而且这波 阿卡丽的大招 马上是要转好了 看一下EZ的位置 比较危险啊 这个这个潮里 好像猜到里面有个 阿卡丽 但是台下 没有台到 要给一技能走 接过来一套 阿勒又是把EZ给秒掉了 教主又倒了呀 这波拉扯得非常漂亮 是打了RW两波团面 应该算是 上个波 端不算团面 但是 阵云阵亡的一个人数很多 这一波的话 RW就是直接 打了一个 真正气息的团面 我们呢 应该是可以 稳稳地把这条大龙 给拿下 招齐了呀 教主这一波 这一波是想过去看一下 能不能留住人 偷在这里 怎么鳄鱼尽力了呀 进去开个苗表 然后再晕住 晕住一个人 他是没办法 他必须得进 因为龙的血量没多少 没错 后续这个奥拉夫 看起来很凶 但是这个时间点 他装备其实不好 他如果进场 打这个飞机 打不了什么血量 这边只是过来 开始打圆骨龙 圆骨龙拿下 加持了三条火龙 应该是 其实在某一刻 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几乎觉得 就这两把 我们都会觉得 在某一刻开始 某一方就已经获得胜利 这个三条火龙 等于六条火龙 翻倍一个数值 现在飞机的攻击力 是447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这边 非常高的一个攻击力 现在暴击一下 可能能暴个八九百 在边路进行分带 现在只要 Dominus把自己的 边线稍微处理一下 他应该是给我破三路 他现在应该 不想分推了 我觉得阿卡利 现在来正面团战 要比这个 要比这个鳄鱼强太多了 因为鳄鱼上波 已经是把自己的 复活甲给交掉了 而且没有闪现的鳄鱼 团战确实非常难打 这边进行一波 中上分推 上路塔已经推动 冰线里之后 冰线已经送到 塔里面之后 这里是阿勒直接来正面 哎呦 这波Niko 一波消耗 反而是把自己的血量 给消耗缠了 只能回家了 那这波五个人中推 这中路高低应该是 不好守了 要等一下Niko回来 这扛不住飞机下平A啊 飞机AR AR ARA 它是有可能 秒掉这个EZ的 这边又 又变成一个 四一分推 中路抱完团组 很稳 没有选择一起 阿拉夫拿这个阿卡利 也完全没有办法 现在你只要感动 这个阿卡利 自己命就要没了 这边也看了一下 后面是有眼 我也可以光RW绕后的 但是鳄鱼没有TP 能TP的只有一个Niko Niko绕后的作用 能有多大 这其实打了一个问号 这个位置 RW五个人在下面 这边得开起来 如果不开的话 这边也是会被 磨掉的这个高低塔 解开了起来 一下平A 这边Gala直接 把黄盖给收掉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上路也是单挑 上路两个人 拼得 拼得不予乐火 这边是已经打出了一个 满血单杀 满血单杀了 因为你这个时间点 确实鳄鱼没什么伤害 打不动这个阿卡利 阿卡利拿着这个 远古龙BUFF 还有三条火龙 确实没有办法 这边直接在这里开起来 不过巨魔已经率先阵亡 不过RW剩下的人 没有提供太多的输出 并平A一下 哎呦 这个位置甚至要在泉水里面 打死了 这边是让飞机受驾人头 我们恭喜Dominus 扳回一城 在这主题日的话 是战成了1比1平 马上进入了他们的决胜局 这场也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 打得也是非常好吧 他们在自己 巨大优势的